今天的現場也要示範一道菜 松露野骨悶軟排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現在也是松露生產季節 那不管你用松露油 松露鹽 還是松露醬 如果你沒有使用過的話 今天我們教大家來試試看 你會覺得非常香 也很好做 我們現在可以試試看這道料理 這個松露野骨悶軟排呢 我們需要時間 當然就是軟排嘛 軟排因為我們老婆人特別喜歡吃 因為它有軟骨在裡面 很多女生喜歡吃 因為咬到肉 又有軟排可以吃 所以有咖啡咖啡咖啡的感覺 吃起來特別好吃 那我們特別加上了一些菇類野菇 那我們今天選了杏鮑菇跟紅喜菇 你的菇類一定要像梁師傅這樣子 先把它擺進一個乾鍋裡面 用熱鍋先把它煸香一下 我們今天用的這個不只食材好 松露踢起來就很棒 所以大家都有點口服 我們一用的這個油 都是頂級的健康油 我們用玄米油先把它加熱一下 我們先過一點這個青椒跟黃椒 一點點就好了 你看那菇類 你看這邊有點黃黃的感覺 然後出了很多水 加這菇類就可以了 那你在家裡的話 你以為你這個菇 它會出現一種很香的香氣來 那這菇類如果你泡水 就不會有那個香氣了 再怎麼煸都不會有香氣 好 這時候我們就把排骨也丟進去 因為這道菜叫什麼 松露野菇悶軟排嘛 好的 排也丟進去 這軟排的顏色怎麼來的呢 本身你先醃它一下 你買來軟排以後 你放一點鹽 一點糖 然後呢 這樣抓一抓 然後加一點水進去 再把它抓一抓 吸收水分 然後再撒一點太白粉 把它抓好以後 用160度的油 把它稍微炸一下 大概兩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炸排骨的用處最主要是 讓你排骨的水分鎖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燜煮的時候 才會有時候 它就會乾掉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現在我們調味料 只要放蠔油 好 大概一大匙 好 然後加一點點 我們這個 我以前健康廚房的這個 昆布醬油 我們放一點點這個醬油 這個醬油呢 它有醬油的香氣跑出來 它就不會失鹹 我們這時候一定要把它放一點黑胡椒 然後把它蓋鍋燜一下 好 但是不要太多 這樣差不多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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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二分之一茶匙左右 蛤 蛤 要倒我愛喝的東西 最後呢 我們就一口氣把這裡 白酒乾杯 好不好 沒有 大概倒一百CC的酒進去 我們稍微蓋一蓋 這邊有蓋 把它蓋上去 好 看 它一開始有水分出來 有水分出 那代表說它的溫度夠溶建的 可以起來 好 好 青椒放進去 椰色 這個鍋我們如果在炸裡面 這個鍋子就燒熱 燒熱之後呢 我們把食材倒進去 利用它的餘溫蓋起來 加點香菇醬 這樣子的話 送出的味道 就會非常非常保留 在這個砂鍋裡面 那我們接著這個收入 野菇跟軟排就完成了 好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